她在21岁的时候在布鲁塞尔结婚 那么她所娶的是一位纽约律师的女儿 那么纽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1860年代纽约已经成为金融以及航运的中心 1860年代的美商已经不再是鸦片战争之前直接贩运鸦片的美商 然而1860年间中国沿海的鸦片贩运仍然有75%的这个承载是由美船来担负的 罗魅在这个框架里头来看并不是一艘大船 而其实是一艘美国商船里面的一艘小船 那么她的这个遇难者到底是些什么人呢 他们在中国沿海航海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显然不能因为汕头或者是银口都是主要的鸦片口岸 就认为他们或许是经营鸦片了 制造船的登记的地点属于纽约长岛的北部 而那个地方呢在当时多半是船长们居住的一个地方 这个汕头的外国人士其实并不多 所以罗魅号的船长他们在汕头到底待了多少时候 他们是不是当时汕头其他外籍人士所熟知的人士 关于这些我们都只有一些线索 但是没有法子做充分的问题 那么李仙德从1867年到中国 因为他是法国人或者是他有法医的背景 所以他常常跟法国传教士在一块 天津教案之后这部天主教教堂被毁 对他的震撼非常的大 他到了厦门以后地方发生民教徒 居民指责外国教士在井水里下毒 让大家生病然后以外国人的方法来医疗 作为引诱许多人入教的手段 李仙德把当时中国人对这些东西的这个 这个所贴的这个贴文留在他个人的档案里 我们在美国国家图书馆的这个李仙德档案里面 仍然可以看得到 总之李仙德对外国人当时在中国的生命安全 显然并不觉得十分的放心 所以李仙德所交涉的中国官吏 显然跟他有不同的心态 春天三环 diez !" 春天三环